好了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美国火急光专业打结时的长沙南湖医院冠名播出的军情最前线 我是军事观察员明伟 刚刚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说到了现在的印度已经将它的武器装备转向了美方 这当中原因虽然很多 但是我们也看到印度的这样的一些遏制装备的发展不顺 应该也是主因之一 你比如最近这些年印度的米格战机坠毁的频率就非常的高 但如果说我们往前去追溯的话 不难发现米格战机曾经是给印度空军带来过前所未有的辉煌 应该说印度空军对于米格还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怀和依赖 但是现如今印度已经决定要开始逐步的淘汰相对老式的米格战机了 那这是否意味着印度空军的米格时代即将结束了呢 2015年6月28日据印度媒体报道 印度空军计划将要逐步淘汰三个落后的米格21米格27飞行中队 报道称 这三个飞行中队分别是位于卡尔瓦拉和卡莱贡达的两个米格27飞行中队 和另外一个米格21飞行中队 每个中队由18到20架战机所成 虽然印度空军此次发布的消息已将战机退役计划描述的比较详细 但依然有很多人把焦点放在了另外一个细节上 有分析认为 印度空军将要淘汰老式米格战机 其中将要两个字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 这两个字可能意味着印度空军距离正式退役这些战机仍然遥遥无期 实际上 早在2010年 就有印度媒体发布消息称 印度空军将在2017年前退役所有的米格21战机 2012年2月 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更是证实了这一消息 然而随后 印度空军并没有采取大的动作 到了2013年4月 印度空军专门为米格21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服役50周年庆典活动 场面气氛相当热 当时依然有评论认为 这场庆典就是印度米格21即将退役的信号 但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 有关印度缺减米格21数量的消息 几乎也只有偶尔发生的战机坠毁事件 如今 印度空军再一次提出淘汰老式米格战机的计划 让人们不禁对消息的准确性产生怀疑 不仅如此 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印度空军此时宣布退役老式战机 似乎也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 为了填补米格战机退役留下的战机数量空缺 印度空军还要求加速购买法国阵风战斗机 但前不久 阵风战斗机的单价 从6500万美元 陡然上涨至1.2亿美元 让印度方面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而如今 印度空军还要催促加快购买战机的进度 似乎没有给自己留下更多的谈判余地 他虽然说签订了和阵风和法国打索公司签订要购买一定数量的阵风 但初步看它的购买计划是在缩水的 原来是准备购买126架 那么因为打索公司一直沾它的价格 几乎是在不断地就像钓鱼一样地在涨价 因为涨价涨得太多了 所以印度人说已经不能再采购这么多了 可能要减少数量 也就是几十架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它还要考虑其他国家的这种新型的这些作战飞机 比如说像美国的F16 那么它也在跃跃欲试 像这个瑞典的英诗 那么像这个俄罗斯的米格35 都曾经想是不是能够在这个订单中再能分一杯羹 其实我觉得印度虽然在这个时机宣布淘汰米格飞机 也并不是说就完全说在谈论阵方面的 它可能就可能有一个的弱势不是的 它可能甚至调动了其他的竞争的厂家 是不是有可能其他的机型也会再参与到这个当中来 现在都不好说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印度将要淘汰的这部分米格战机当中 很大一部分指的都是米格21这款机型 那么这款机型应该说在苏联创造过非常辉煌的历史 它在印度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1971年随着第三次印巴战争的爆发 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空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而印度米格21与巴基斯坦F104也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超音速状态下的高速空战 据资料显示 1971年12月12日下午两点左右 印度观察哨突然发现两架巴基斯坦空军的F104战机越过海岸线 部署在当地的四架印度米格21战机紧急升空 组成两个双击编队进行完结 不久之后 一架米格21便发现了对手的战机 这架米格21立即加速 利用超强的机动性很快便咬住了巴军F104的领化 此时这架F104立即决定放弃攻击任务 试图甩开对手 而就在这时 米格21发射的一枚导弹呼啸而来 F104立即发射干扰弹 勉强摆脱了导弹的攻击 眼见对手来势汹汹 巴基斯坦飞行员驾驶F104战机 以超音速在低空沿阿拉伯海逃逸 而此时米格战机也开足了马力追了上去 双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了空中对决 最终米格21在追上对手之后 用机炮击落了巴军的F104 米格21与F104的首次交锋 以米格获胜而告终 另有资料显示 此后双方又交手六次 米格21取胜四次击落了三架F104 但根据巴基斯坦军方发布的资料显示 米格21也并没有传言中的那样强大 当时八空军出动法制幻影战机 以及F104战机对印军发起缓击 截至战争结束 共击落印军战机近130架 其中也包含了不少米格21战斗机 应该说米格21对于印度空军的建设 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城上旗下的作用 所以不得不说米格21它的出现 确实这是印度空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随着它服役时间的不断增长 米格21开始让印度空军感觉头疼不已 甚至曾经被印度的高官还告上了法庭 据美国媒体2013年7月17日报道 之前单日印度空军军官的桑吉特·辛格凯拉 日前向新德里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指控米格21坠机事件 侵犯了其基本生命权利 尤其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工作的权利 应该全部被拆除 米格21在印度空军服役的半个多世纪中 频频发生坠机事件 印度米格21也一举成为 世界上事故率最高的战机之一 此次发起投诉的凯拉中校 是2005年一次米格21事故的幸存者 在当时的一次训练中 他的战机刚起飞不久就发动机起火 凯拉阐述道 考虑到事发当时的紧急情况 他当时及时执行了所有必要的指令 并实现着陆 但坠机事故给他的颈椎留下了严重的创伤 使他再也无法飞行 将战机告上法庭 这样一场极其特殊的官司 在印度国内受到了高度关注 其过程也十分漫长 凯拉表示 尽管他早已在2012年9月25日 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 以求一个说法 希望对其由于空难所造成的损失 急于补偿 然而政府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此事在2013年5月被提交至法院受理 2013年7月16日 印度新德里高等法院要求空军提交一份米格21全部事故的报告 并在2013年10月10日公之于众 米格21多次出现坠毁事故 让这款战机在印度备受争议 而此次被告上法庭 更是再一次将米格21战机推上了封口两间 就在这场法庭风波还被平息的时候 2013年6月 印度空军高官再一次表示 印度米格21战机还有很强的生命力 在升级了俄制雷达系统和法制导航系统之后 这些升级后的战机至少可以服役到2019年 米21它性能非常好 而且又皮实又比较便宜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 它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服役印度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它也是缺少相关的一些零部件 那么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其实俄罗斯基本上已经没有米格21这种飞机了 它也没有相应的生产这些零部件 那么像现在印度还在使用这种飞机 那这些零部件的更换就是个大问题 它又没有这些零部件 它又没有完全实现国产化 它通过什么渠道来获取这些零部件呢 那可能这些零部件甚至都某种程度上是一些二手货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些性能 其实是应该说可能是存在很大的隐患的 2011年6月23日 一架米格29KUB教练机的原型机在俄罗斯坠毁 该原型机属于俄罗斯米格飞机股份公司 被用来进行包线试飞和系统实验 事故发生之后 米格飞机股份公司请求印度海军 暂停其已经接收的米格29K战斗机的使用 以等待事故调查报告的完成 7月的第一周 米格飞机股份公司通报印度军方 通过对坠毁飞机上飞行数据记录器中的数据进行分析 和对飞机的残骸进行检查 调查委员会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从飞机开始飞行到撞地 经上所有的系统 动力装置和基载设备的工作都是正常的 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军情最前线 明天中午12点40